各位好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範例一 這題就是讓我們練習一下怎麼找立舉 那現在有一個遊樂設施呢 他的參考點就是這裡的O 然後用整個長度是低 質量可以忽略的細桿 細桿兩端有 M和2M的車廂 那細桿跟牽直線的夾角為Z 重力加速度G請回答下列問題 2M車廂對O點造成的立舉 那我們就是要找他的立幣 要怎麼找呢 就是用我們的左下角提示的這樣 把立做延伸 把立做延伸線出來 這個立就是2MG 就是重力向下 那我們就把這個延伸線做出來 延伸線做出來之後 從參考點向延伸線畫垂線 參考點是O 向延伸線畫垂線 對 這一段就是立幣 這一段就是立幣 那這一段就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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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二分之第一的Side Theta 對不對 二分之第一的Side Theta 二分之第一的Side Theta 那所以我們的 第一個的答案 立舉就是 立舉就是 立幣乘上立 那所以 第一格 就是 2MG 我們這樣寫好了 2MG這個立舉 這個立造成 2M這個車廂造成的立舉就會是 iMG 二分之D Side Theta 再乘以2MG 所以結果會是 MG D SIDE 這就是 第一格 另外一個也是 自己做做看 先做延伸线 沿着立的方向 这条延伸线画出来 然后再从参考点做垂线 那这一段就是我们的 R垂直 那它一样 今天一样也是 2分之1 Size Theta 对不对 因为这里也是Zeta 所以 如果是小M的造成的立举 就会是 对它有分正负 它说 逆时针是正 那像刚刚这一个 刚刚这个2M 它乘上 这个立弾 这个立弾 如果乘上2MG 它感觉是要逆时针的 所以它是正 可是呢 这个MG这个立乘上立弾 是顺时针 所以这时候等一下要写成负 我们先算它的大小就好 大小就会是2分之1Size Theta 去乘上3MG 去乘上MG 所以结果是2分之2MG 第1Size Theta 那 考虑方向的话是逆时针 顺时针 顺时针 所以它是负的 负的2MG D Size Theta 这是第二格 那总立局就把这两个加总起来 对不对 那就是正的2分之1MG D Size Theta 那既然最后的总立局是正 那它就是逆时针 还顺时针呢 就会是逆时针旋转 也就是这个2M这个物体 就会转过来 然后M就会转上去 这样子 好 那第二小题就各位同学去想想看 好 谢谢